厉害蔡康有搭档主持 下午两个人第一次进棚录影 阿妹虽然是第一次当主持 有一点点紧张 不过整体的表现非常好 阿妹台风稳健 桥段和接话有时候还挺搞笑的 非常的自然 请跟我一起欢迎张慧妹小姐 请王大道在小S完成阶段性任务后 轮到天后阿妹接下代班主持棒 欢迎张慧妹小姐 太棒了 你能够来到星光达到 参赛者还有评审老师大家好 感觉有没有很像我也是参赛者 很像 可是今天评审老师都非常害怕 因为你要来当主持人 没有是我才害怕 我其实今天 各位评审预告一下 因为他很怕 他很心疼选手会被淘汰 所以如果你给分很低的时候 阿妹就会瞪你们 然后你们就会有压力 因为就被天后瞪到 刚刚就一直在紧张 就说我很怕那种 很残忍的那种画面 就是对 酒跟里面一定要淘汰几位 那我们现在就叫原文人走掉好了 每次都是由他的口中来宣布 淘汰的人是谁 真的吗小黄老师 那我今天尽量往那边看好了 不要往这里看 压力会很大 同样自选秀节目 展露头角的阿妹 江星笔星 不但怕残忍的淘汰场面 还会将自己的经验 分享给参赛者 最主要被淘汰的原因是 你发生什么事 忘记歌词了 对 忘到多严重 忘到就是好几句有没有 都是重复两个字这样 就是 怎么重复两个字 比如说 长阳就长阳 长阳就长 类似的 像跳针这种唱法是不是 但是我音都有唱出来 但是字没有对 黄云玲老师 如果选手一直唱 长阳啊长阳 这样可以过吗 当然不可以啊 对啊 遇上参赛者挑战自己的歌曲 身为主持人又是原唱者的阿妹 当然言教不如深教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有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 走到 最后 很想要当主持人 那这一次呢 我知道收看我歌有在 然后这个又是歌唱比赛 又跟我还蛮符合的 所以我才 觉得可以来试一下 比赛越到后来越刺激 有阿妹在场 相信参赛者也能从天后身上 学到更多 康真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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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